疫情堪忧激增至79例找不到感染源 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截至22日 深夜案例已激增至79例 含境外移入3例 意大利卫生当局非常忧心 原本认定的零号病人已被排除 目前仍找不出感染源 意大利政府22日晚间召开紧急因应会议 总理孔帝 Giuseppe Conte表示 意大利政府通过紧急命令 在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爆发地区 除非有特殊被核准的状况 现阶段不允许进入或离开 当地的工作和群众活动也必须暂时取消 意大利政府并宣布意大利学校将暂时取消所有国内或国外的校外教学行程 孔帝表示 现阶段还未考虑暂停申根签证 意大利首位境内感染的38岁一级男子 曾接触一位1月21日从中国返国的一级商务人士 这名商务人士先前被认为是散播病毒的零号病人 不过意大利卫生部22日晚间在记者会指出 这名一级商务人士的协议没有病毒抗体 显示从未罹患新冠肺炎 恐怕要追寻其他感染源 意大利境内感染案例目前集中在北意 以米兰为首府的伦巴迪 伦巴迪大区最多有54个案例 以威尼斯为首府的威尼托 大区有17个案例 以杜琳为首府的皮埃蒙特 皮蒙特大区有1个案例 为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 北意伦巴迪大区已宣布 所有大学停课到3月2日 疫区近日的足球赛也都延期 米兰出现两例确诊案例 米兰市长沙拉Juseppi Sola 呼吁民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动 世界卫生组织22日 对意大利疫情表达忧虑 意大利是目前欧洲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 且因尚未掌握感染源头 让疫情追踪管控 感谢观看